三億慈濟茶園 占地250公頃 放眼望去綠意盎然 但是你知道嗎 早期曾經有許多慈濟人 在這裡辦2000人的大型活動 凝聚感情 我們來請教一下早期曾參與過的 蔡永世師兄 早期我們慈濟山有辦朝山活動 朝山活動目的是祈福 敬天愛地祈福 把這塊土地能夠充分的發揮功能 我們在這邊也有辦農作競賽 就增進大家的友誼 增進我們師兄師姐的一個情感 我們發揮這塊土地的一個功能起來 現在想起來是回味無窮 真的很感恩以前這樣子 剛剛師兄有提到 這塊土地承載很多人的情感 達到有機耕種與自然生態平衡共設 又不施農藥與發洩肥料 師兄這兩者要如何兼顧 我們三立插園以前是用冠型農法在耕作 那麼他們用了非常多的化學的東西 讓這些土地劣化 當我們接熟了以後 我們要把它恢復到原來的面貌 那麼當土地回到了原來的面貌 就好像我們的祖先一樣 我們之前他們用幾千年的時間裡面 把他們養活到現在 我們這個土地也沒有用化學肥料 也沒有用農藥也沒有用植草劑 所以我們種這些茶 它本身是一種概念 就是跟大地共生息 跟萬物共生息的概念 讓土地回到了原來的狀態下 那我們就很容易的 可以把它種成非常好的品質 曾經是九二一受災戶的陳忠厚 以前在埔里種木瓜 現在在山藝種出有機的好茶 女兒女婿全家都來幫忙 慧卷和爸爸一起種茶 會很辛苦嗎 說不辛苦是騙人的 因為種農嘛 總是會有很多的辛酸甘苦痰 但是我想我們是樂在其中 那現在是油童花季嘛 那油童花季我們都知道 它是四月雪跟五月雪 那曾經山藝茶園在2016年的時候 也下了一場雪 那一場雪其實是造成了 山藝茶園的生態浩劫 上人曾說 在不該下雪的地方下雪 是不對的 那這場生態浩劫 也在茶山蔓延了三年 才慢慢的平息下來 翠麗的茶園呢 給人很舒服的感覺 每道採茶季節呢 都會動用比較多的志工 那放眼看過去的時候呢 就好像一點一點的藍螞 今年真的只有採了四天的春茶 而且是以烏龍茶為主 那以往大家喜歡的綠茶 今年就是因為乾旱 所以真的就無法做採收 今天來採 真的大家都很有成就感 因為今天要做的是烏龍 是那個忠厚師兄有講說 今天要採的是一星三月 一星三月才可以做烏龍 現在說在包尿布 以前穿開單褲的時候 就是我們爹了 金雞獨立 因地形關係呢 整個山藝鄉呢 與山藝茶園常有濃霧 原物飄渺 宛如仙境 師兄 今年乾旱很嚴重又切水 哪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目前我們增加很多蓄水池 可以儲存那個雨天的水量 然後再來我們有灌溉畫面 我們目前有鬆土覆蓋 液罐的方式 這樣可以保持水分 然後降機那個增扇作用 降機水的用量 減少它的水分善失 因為它年紀大了 就把它直接把它茶樹砍掉 不能再做第二次了 做一個為了保命乾旱的時候 把它保命 讓它重新再去做發芽的一個動作 這種人做一次 對 園區呢 到處可以看到這種 一桶一桶的酵素 師兄 這個酵素啊 有什麼樣的功效 酵素它含有很豐富的飼養鏡 我們把它釋放在茶園的土壤之中 它會很快適的 將土壤中的有毒物質分解掉 讓茶園的土壤很快的 回到了有機的面貌 山葉茶園 偶爾有團體來參訪 也有來運動的人 好厲害喔 最厲害的 這是烏龍茶 這是烏龍茶 看到這樣一片很寬闊 然後看到那個葉子啊 葉子很清脆 我就覺得走在這裡就很輕鬆 感覺上就馬上放鬆 就感覺來這裡真的就像神仙一樣 每次參訪民眾不同 登山客來來去去 離開的時候呢 都是從這一條道路下山 我所佔的呢 這一片土地 在慈激志工的齊心努力之下 變得更健康 年代的茶藝品質提升 喝茶的人才能心安 現在把畫面還給棚內主播 三下方 我現在把畫面還給了 好看 好看 我現在把畫面還給了